在我們家嗎?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車款 經理好像直播過好幾次了 可是今天車主不一樣喔 今天車主是經理的好朋友 那這台車是賓士的W205 205的話它從C 應該不曉得有沒有E80 反正就是E80-200到C63S 所以它的動力分配相當相當的廣 那這台車是C200 是後輪驅動的,二驅的 它如果是四輪驅動的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形式不太一樣 待會會跟各位來做一一來做解說 那這台車 從W204前一代的 它的前面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到了205啊 這個已經不是最新了 205的話 再來還有206 206的話是 好像上個禮拜還上上個禮拜 中華賓士才剛發表而已 它國外的話已經上市了 那205的話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跟204就差蠻多了 204前面是賣花城 205前面的話 懸吊系統大升級 改成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那這一個世代 因為現在啊 很多都是流行 它的底盤模組化 所謂模組化就是 像這台車 C-Class或者是E-Class 它的底盤啊 兩個就是共用的 當然啦 車重不同 車廠會因為 車重不同 把它的公斤數 把它的阻尼 配置不同的設定 那基本上架構啊 都是一樣的 就好像是 VH的車系 GOLF的七代 或者是 大型一點的 Atavia 或者是Super B 甚至是PASA 或者是Tiguan之類的 都是屬於共用一個 MQB底盤的架構 那這一代的話 205就跟 E-Class 中型房車 W213 底盤 是共用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如果啊 開205的車友 應該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前面懸吊 會覺得很棒 可是後方懸吊 有一個狀況 如果 開得很慢的時候 開比較慢 所謂比較慢 可能時速大概 50到100左右 在 路面狀況 不是很好的時候 它的後座乘坐 感覺啊 特別的 不是很舒服 但是 開高速公路平穩的時候啊 時速可能 130 160 180之類的 它的表現就相當的好 車主可能會很納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這個是後方的 這個主泥桶 是最大一個可以改進的方向 但是 經理個人 並不覺得它不好 因為可能 每個人開車的速度 不太一樣 經理 比較喜歡開快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主泥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適合的 可是對 一般的車主來說 也有可能 曾在家人的時候 會覺得 後面太顛太跳之類的感覺 這樣的設定 是叫 Over Damping 國外現在很多 都已經是流行這樣的 主泥子的 包含韓系車 Erentra AD Sport 就是渦輪板 它的後方主泥 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彈簧沒有特別的硬 可是主泥啊 來 我用我的體重60公斤 來做下壓 這個應該是2015 16年 里程數也有一定的 當然我們 撇除衰退不說了 你看這個下壓 下壓的力道這麼大 所以這樣的主泥子 有一個狀況 高速的時候 很棒 很OK的啦 可是低速的時候 乘坐感覺 不是很理想 所以這台車 還有少數幾個車款 是KT避震器 會把它的阻鈴 往下做修正一點點的 像這台的下壓值 我們就把它下修一點點 讓它的低速時候的乘坐感覺 會比較好一些些 這個是後方 這台車改裝之後 會做的一個 最大的改善方案 那筒身的話 因為原廠是副筒 所以它的筒身 做得很細 KT改成單筒之後 它的油量 這個裡面所填充 主泥油的油量 也會多很多 所以衰退的速度 也會比較慢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 後方的彈簧 這個彈簧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來做一下特寫 一般彈簧橡膠墊 彈簧會放在這個座的中間點 那為什麼會做偏心的 沒有在正中心 因為這個機構 原車也有選配 是氣壓式的懸吊 氣壓式的懸吊的話 它的氣囊 就是會跟這個機構一樣 所以它這個電子是做共用的 那這個上面這個膠墊 還有這裡還有一塊橡皮 這裡有幾個點是砍進去的 這些都不用利用 記得裝KT的時候 這些都把它拆下來 KT有附一個橡皮墊 哇太厲害了 我們指援師傅都有在聽 很認真 這個Hiroki 上方有一個橡膠墊 這個橡膠墊 就能取代這個原廠橡膠墊 所以KT很用心 為了這台車還專門開了這個模具 讓它能夠砍到原廠的一個 一個自閉上面 所以這個是 所專用的一個規格 這個是 這個不只是這台車 還有213也可以用 還有GLC也可以用 那上座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上座 是剛剛從這個 是從這裡拆下來的 從這裡拆下來之後 來給KT來沿用 這個上座的話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裡旋鈕啊 可以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的話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那KT的話 來我們來修一下 它的這個阻尼紙 比原廠軟很多囉 不是 這個阻尼紙就會好說很多 而且 原廠的可能會太硬 有的人覺得很OK 有的人覺得太硬 它原廠沒辦法調整 可是KT能調整 一共有30段 30段的段數啊 可以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這個是後方的設定 謝謝 那前方的話 前方的話就還好耶 比較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前方的話 KT也會附一個新的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羅帽 KT要用KT的 因為這個牙齁齁 牙的一個 我怕講Pitch的話 反應沒有辦法翻耶 這個牙具 牙具不一樣 所以KT的話 會有附星的羅帽 就直接用KT的一個 所有零件就可以了 那這個桶聲也很細 這個是雙A的懸吊系統 但這裡是有一個 好像一個開叉的規格 這個規格啊 有分二區跟四區的 這台車是後區的 如果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個有一個 鍛造的一個零件 KT還為了那台車 開了一個模具 那個模具快接近二十萬塊 就是為了 二零五、二一三、俱羅帽 這些車款 還要專門開這個模具 這個上面的話其實也有寫 A213 A213代表的是 213也是用這個零件 來這裡有二零五 就是目前的這台車 那這個還會有一個二五三 二五三應該是 像GLC之類的 它的代號不一樣 所以代號不同 但是這裡的零件 都是公用的 好這個是原廠 還有KT的一些局部的介紹 那裝上去的樣子 我們也來帶一下特寫 來了解一下 這裡的話 來裝上去的話 上座在這裡 調整阻尼的機構 就在這裡 那這個房車 有可能像它原廠 有選配AMG套件 所以它的車高也比較低 這個只剩下兩指幅 如果車子降下來的時候 手是沒有辦法伸進去調整的 可能要等到保養的時候 或者是像這樣車子有撐起來 才有辦法來調整這個阻尼值 從這裡來做調整 後方彈簧還有調整機構在這裡 剛剛特寫的一個橡皮的話 就是在最上面 下方的話 原廠也有一個橡皮墊 這個橡皮墊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這裡的局部機構 其實跟前一個世代 W204幾乎都一模一樣 但是主尼的話 204跟205差異蠻多的 那比較新的206 今年還沒有接觸到車子 但是從一些訊息來判斷的話 後方的懸吊系統應該是沒有改款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前面的話是一個雙A的懸吊 前面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12公斤的懸吊 因為它前面沒有傳動手 所以就不需要那一個 鍛造的一個零件 所以這台車二區四區 前面的避震器是不共用的 請記得 前面的話 這個有一個飾板 飾板打開之後 就能夠調整到前面的軟硬度 但是那一邊 駕駛座那一邊的話 請要注意喔 這邊的話 我再特別說明一下好了 你鏡頭不動 我看能不能拍到 前方的話在這裡 有一個冷媒的硬管 所以如果在調整鼠泥的時候 請要特別注意一下 直接拉起來 好 這個要打開 這個冷媒的硬管 硬管的話 這個銀色的調整頭 是KD的調整頭 那這個有請計師把它換成小頭 如果一般的規格 跟這裡有可能磨到 所以建議啦 這邊的話調整完畢的話 把那個阻尼頭 把它拉起來 才比較不會磨到 好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現在都這個世代金 都是我輪化的引擎 所以它的前面 也有看到那個intercooler 好 那前方的話 車高的調整也蠻簡單的 比後面簡單多了 它彈簧跟避震器是一體的 所以如果 我們把桶身整體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高的話 像這台車原廠是兩指幅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的話 輪胎到椰子板切起也沒有問題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蠻寬的 軟硬度的話 就是三十段的軟硬可以做調整 至於用料的部分的話 KT用料也相當的不錯 像是這個避震器裡面的主名有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協議一樣 KT的主名有用的很棒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名有 那壽命的話 跟壽命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油風 像油風的話 我們也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風 所以在品質乘坐感上 幾乎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車因為經理也開一樣底盤的車子 那一台213 所以如果一樣你是開205 213的車主 很歡迎跟我們小編預約 台中這裡有一樣底盤的車子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相信這個最近一年內 有很多的車主陸續都有來試乘 試乘之後的滿意度也都相當不錯 試乘之後的成交率 最少都有九成五以上 所以那樣的乘坐感覺 相信都會受到車主的一個歡迎 那如果車友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剛剛經理說明的部分 有哪裡沒有補充到有疑問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W205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